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否透过这个干细胞变回我们听到的呢? 我会这样讲 很多时候你用干细胞去做一些东西 最后可能导致一些道德的争论 譬如我们上次讲的那些 你用红性做一个卵子出来的 竟然可以用红性透过干细胞技术做一个卵子出来 然后去能够生下一代 那这个东西很踏入这个道德底线 还有会觉得就是说那没什么要做 但是譬如有些情况 尤其是讲到去 不要只是说干细胞 我们先前去讲那些基因改造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很怕有些事情做过火会踩了界 那我们知道那种基因剪接技术 和那些基因改造基因剪接的技术 是现在多容易做得到的 那它令到我们在科研上很多新的手段 还有就是说在治疗上就给了很多可能性 但是有些事情就是说 你不是一定下下就立刻要用到基因的方法去做 譬如很简单就是一个很出名的例子 何健辉被人骂的是什么 就是基本上那些爱之病 其实未必需要等到你去用基因方法去做 可能基本上我们的疫苗是可以搞得怎样 你就不需要说它要用基因改造来做一些事情 现在最后你workwork是不知道的 你随时可能纯粹冲破了那个道德界线 但是你都没有做到一些成功的事情出来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试过就是说 美国有病人生了一种肝病人 就是你想不到其他方法 而它无可选择之下 就要用基因改造的方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后 我们就说我们可以考虑 去用一些基因的方法 来给人用在人体身上去做 那好了 那会不会有一些人类的残缺 或者疾病都是 不是用基因改造 但是无可避免一定要用到 这个干细胞技术才可以做的呢 其中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如果那个耳是受到长期的那些噪音环境之下 或者他如果要爱迪生 那样被人一巴掌上去就被耳聋了 那之后他义有耐伤 那于是乎原本那些能够传感的那些神经细胞 就死了 那这些细胞死了就回不了生了 就是说那个人呢 对于一些突如其来的冲击 或者突如其来的 或者长期的一些噪音 导致出来的听力受损 这些基本上是无法还原的 就是你现在都看了 什么职业性失聪那些 基本上你都知道就是说 你当你发现到听力受损的时候 你能够做的事就是说 停止那个外来的干扰 就是停止在这些高層的环境工作 令到它呢 你能够剩下多少就用多少 其实视觉听觉都有这些问题 那对于听觉来说 受损了之后怎么还原不回呢 其实就是刚才都讲这个关键 就是出现在整个耳朵听觉器官那个 那个资讯传送的部分 你的耳膜可能没事 那几个中耳的耳骨可能没事 但是内耳可能外面那些东西没事 但是内耳里面将那些机械振動 转化成为神经信号 那个中间的那堆勇目 和那堆细胞出了事 那如果那堆东西出了事 外面多强的信号怎么挫都好 在我们的内耳里面 处理不了这个信号 把它变不了成为神经信号 去传入脑子的时候 我们就听不到东西 但是这些负责传感的神经细胞 又没有得去重新去做呢 那这个现在就是要拜这个干细胞的基础 给我们一个新的希望 那现在就有人去致力去尝试一下 也都是在动物身上做的事件 就是将动物的细胞 又是改造成为它的干细胞 然后经过适当的调制 又将干细胞 令它自然变成为一个 那些跟耳朵 这个传选神经信号的细胞 是变成为那些东西 就将它重新灌注到受损的耳朵 那结果呢 其实现在就说 现在就想着 是用这个进路 来去令到一些 听国受损的人 就是详细来说 是令到人 都可以透过这个方法 来去恢复听国 那其实就是说 每人呢 在内耳里面这些细胞 其实不是太多的 好像在说以万计的 以万计那麽多粒而已 一万六千 是的 那就是说 死那些 就是我说死那些细胞 那可能就是死那些 这些这样的耳的神经 全感细胞 死那一粒就是一粒的了 有时你受过大的衝擊 打伤了它 那它有个疙瘩 那于是乎有些 就没有了一部分 曾经试过中议业 然后发炎发进去 又打死了一部分 然后突然之间 就是萧校长不打算 嘴巴一声 那样 跟着有突然间 很强大的信号冲击 又整损了一部分 那这些这样的东西 其实就令到 这一万六千粒东西 越来越少 少到最后不够的时候 就没有信号了 那 还有就算它少到最后 已经就是说 那个出信号的能力 不是那么强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附带一些很麻烦的 比如那些人会耳鸣 会有这样的麻烦出来的 但是如果现在真的有这个国势包秘术 其实就有了这样的希望 但是如果说 由这一个这样 就是现在由这一步开始 何时能够变到去 可以去实用 就是变成为林庄实用呢 那都不知道 但是现在很有趣的 就是说 其实对于人类以外 如果说小鳥 爬虫 和鱼 它们这些这样的 负责感受 机械震荡 外来声音 这些这样的细胞 其实它们有个再生能力的 但是唯独是人 它自己就没有什么 这样的再生能力 那这个是上天赋予动物的一种的天赋来的 是啊 这里我还有一点要补充 其实不只是说 用到这个干细胞手段 其实也是去到另一个level 就用到基因的手段 那因为呢 也都在这个研究的过程里面 它们就会看到 就是找到 为什么有一些动物 它那些听觉的细胞有再生能力 就是因为它们的基因上面有一个特别 有一组特别的资讯 就令到它们这些细胞是懂得复生的 那现在其实就是说 也都是可以想到 就是透过这个基因的技术 就是说 可不可以令到我们的人 去踏上这些这样的 就是复生机制的能力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你会发觉 另外一个 就是这里讲的 也都是 这个最新的新闻报道 也都是讲的另外一个进路就是说 是透过这个基因改造的层面 是令到我们的人的耳朵 懂得去自我修复回这些这样的听觉细胞 但是呢 这个问题呢 我可以提出 就是讲一讲我个人经历 就自然多年前呢 香港呢 就有一队台湾的重金属摇滚乐队 你应该都知道的了 就来了香港演奏 有人跟我讲 那一队你一定要听 那我就去听了 我刚刚听完之后 第二天呢 我听不到东西 整天听不到东西 这么惨啊 你很幸运你现在 你宽奉得回 你过了一天就行了 但是呢 有些人就很不幸 例如其中一位 可能大家都知道的 吉他手 Eric Captain 这些人呢 他现在的耳朵就浓了 贝多芬的耳朵就浓了 但是浓了之后 他都可以作曲 就是仍然演奏得到 但是当然对他来说 最好不要浓了 是吧 是 但是呢 举一反三 如果你是医的 可以做这些 在耳膜里面 那些细胞 头发又如何呢 这个男性 是一个相当之 着劲的问题 那这个 你这么说 现在已经有一些 臨床药 可以做到一部分的效果 那如果你说的 这个是整个无狼再生呢 那这个就 不是 这个不要卖广告 不要卖广告 但是我说用干细胞 就是你解释一下机制呢 譬如我们有头发 是不是因为我们 有这个 由干细胞 有衍生一些细胞 出来是专门做头发的 那基本上 你说任何器官 任何部分都可以了 就是因为所有 你人体上所有的东西 你最基本上缘 都是由那个 干细胞那里来 是的 那这里其实就 当然熟行的人 就会再说个仔细一点 胚胎的干细胞 跟我们现在说的 这种叫IPS的干细胞 有少少分别的 但是 这个IPS干细胞 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了 这种胚胎干细胞的功能呢 那我想也不是的 但是怎么也好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那些IPS那种 这样的干细胞呢 其实就会是 已经做到很多东西了 那我们适当地 加一些的 的 的荷尔蒙下去呢 它就会 懂得去演变成为 我们想变的东西 但是你说 会不会用到这个干细胞的技术 来将我们的法线去补救 那台长如果有得给你做 你做不做 我没有那么需要 我不相信我有那么需要 那就算了 其实大家看了我们这么多年 都看到我们的法线一直上移 那我们都坦然接受了 是的 是的 那个金鱼佳那里 你会看到有的 那很多时候 它present出来 就是用一些紫色的灯 照到那只海套 那批东西 就很迷幻的紫色的 但是你问我呢 其实那只海套本身 是一个软体动物 基本上是一个武学蛾蛾 这样的形态 说得难听些 跟一朵鼻涕是没有分别的 那说的这些海套的东西 它的脑部 就只有十几个神经元 好像十九粒神经元而已 所以你要搞清楚 一些那么简单生物 它那个神经元 整个脑掃描 里面这些怎么接驳你 是很容易的 那当然了 它这种那么简单的动物 就表现出来的行为很简单 那最多就是譬如 怎样去规避危险 怎样去覓食 怎样去作息 那它会控制到这些东西 那其实就由这么简单的神经元 都可以表现到 那你可以想象到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够挑战 更加复杂一些的生物呢 那会不会是一些的虫呢 那现在讲的就是说 最新的一个结果 就是讲的 我们已经将整个的 一只的污翼 那它这里讲是特别的一种 一种果形的一种food flies 那就是在那个生化学实验里面 很喜欢用的一种 一个的样板动物 就是除了白老鼠之外 就很喜欢用food flies 来做一些和基因 演化有关的实验 那但是呢 那这次呢 就拿这个这样的乌鹰 来去和乌鹰做脑掃描 那原来乌鹰的脑部 那个老神经呢 都说多不多啦 其实三千零一十六个神经元 但是里面出现折搏的组合呢 就非常之癫痕 已经是有五十四万八千个 折搏组合 其实这个数目 就是等于以前我们计算的 那个或原率的那种计法来的 不止的 因为呢 现在凡在就是呢 你一粒神经元 不只是搏着两粒其他东西 而是每个神经元 自己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折搏的 可以有些是跟隔离三粒黏着 有些跟隔离五粒都黏着 所以呢 你没有一个很完整的pattern在那裡 有些甚至乎就是 我的尾搏着你的头 跟着你的尾就搏着另一个头 这样接力地搏 又不是的 有些就是我的头接着另一个头 我的尾就接着另一个尾 有些我的头搏着自己的尾 那你怎样将这些折搏去分类 和一一地去数出来呢 其实里面整个图像就 不是说那么简单 用那个叫组合数学的东西去计算出来 所以你说了 那三千零一十六个神经元 可以中间有五十四万八千个折搏位 那里面那个数学就不是简单的数学 那就真的慢慢用整个素描去数出来 然后人脑呢 那神经元数目呢 是在说一百亿 不知道我没有记错 一百亿左右 那一百亿的神经元里面 那个的组合是去到哪呢 那这个就正正就令到我们整个 那个叫connected project 就是说那个要将人类脑部 所有的神经 所有的折搏都记录了下来的这个project 就变成为一个非常非常豪大的项目 那你现在就有些初步结果 但是未叫做完整地完成 但是我们呢 就在一些比较 现在就在一个比较简单的生物里面 就成功地去做到这件事 海套我们做到了 因为它够简单 那现在在说这个果形 这些这样的蚂蜜 我们都做到 那大家都很容易去明白到就是 那这些蚂蜜 肯定是比那只海鼻梯 就是海套很多 那因为反应又敏捷 又懂得覓食 規避危险 还有驾驭自己飞行的那个能力 那还有表现到那种群体行为 日夜作息那些东西是可以复杂很多的 所以呢 我们就其实现在就有了这样的掃描之后呢 其实就能够帮我们去更加有效地了解 那个老步的运作 甚至乎呢 我觉得呢 就是会不会有一个机会 当我们去到一些更加複雜的生物 比如下一步 讲到爬虫类和鸟类 爬虫类和鸟类呢 其实我们可以讲到 它有性格的了 不要讲到暴雨类的 大家养鳥 你都知道那些鳥有性格 是不是? 就是你的鹰母可以很臭气的 是不是? 那鸡也都醒目的 那就是会不会我们去到下一步 就是可以再遲下再挑战更加複雜的动物的时候 就令到我们可以更加地 有一个相对比人脑相对简单的模型 令到我们去理解到情绪、意识、个性这些这样的特征呢 那我就会说 其实我们看到整个老神经元的研究 由那个bottom up的研究 由神经元单位去砌整个脑子出来 由下而上的研究 那就越来越複雜 越来越多的资料出来 简单说 譬如说我们现在数到有三千多个神经元 如果我拍一只烏鹰的时候 我会不会估计就是哪一堆神经元在运作呢? 或者它的网络是怎样的? 是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星期 就是说我们现在终于有能力去量一下 一只八爪鱼的老部的讯号 那其实就是我们几种不同的生物我们都去试的 那当然八爪鱼有它的好处就是 它小得来也可以很聪明 那我们甚至还相信八爪鱼应该聪明 那它又怎样运作呢? 我们能不能够记录 记录得全部下去呢? 那我想同步来说呢 现在都找不同的途径去完整地记录 这些不同生物的脑里面是怎样拨来拨去的 好 只要结束我们下一集就回来 梁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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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